8月22日消息 但因为林奖夫事件被中国对赞助商,安排公司发声明称其个人利益临下于国家利益之上,索杨为国争光有功。 但所有运动都要遵守规则,商业规则也是规则,林奖夫事件可能无关国家利益。 但作为明星运动员带头而归,还声称这是小事情不会影响我,无疑是带了个坏头。 孙杨是年年初当选中国游泳队队长,趁更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带动全队的发展。 未来撑起中国游泳的一片天,奥运冠军孙杨是中国游泳绝队的领军人物,也是很多小队员的偶像和榜样。 而此番,孙杨虽然已经获得三级运营,未来还会有更多金牌或奖牌入账。 但其因为个人贩助商的问题,忽舍了整个代表团的利益,完全无视规则和契约精神,的确是带了个坏头。